哈喽,这个月已经过了一大半 来看看我的减肥成果吧 今天19号,19天 19天我这个月总共才收了2.1斤 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然后好几天那个体重一点波动都没有 我感觉我已经遇到了平台期 然后这些天也比较放纵 就比如我前天 前天晚上吃了一顿放纵餐 晚上,然后又吃了水果,零食 然后昨天早上一称直接飙升了1.5斤 然后昨天夜断日 就是一天就是喝豆浆 我早餐豆浆,中餐豆浆 晚上一盒纯牛奶 然后一整天就是喝水 估计喝了2000多毫升的水 然后今天一称浆了1.3斤 然后今天是炭断日 就是一整天就吃玉米啊红薯啊这些 看看明天怎么样 这是我的中午饭,烤贝贝南瓜 因为吃玉米的话最好吃水果玉米 然后我家只有糯玉米 糯玉米的话我早餐吃了一根 中午就不想吃了 中午就吃一个贝贝南瓜 晚上的话就吃一个红薯 看看明天能掉称多少 今天又是瘦瓜冰箱的一天 我去送饭喽 我送饭喽 你自己在家哦 这个酸不酸 拜拜 吃饭 我帮你拿着 我回来了 先暂停吃饭吧 我看看还有多少 还有十多分钟呢 先吃饭吧 等下饭冷了 好吗 那你看完再吃 我先去吃了 吃一块鸡蛋 妈 哎 已经看完了 那吃饭吧 吃完饭我再看一集 还有吗 还有 还有第二蛋 看大家给你看 吃块红烧肉 不鲜 不鲜 别吃 吃一块瘦的应该没事 对不对 我嚼一下 我嚼一下就吐 不要忘了 这边应该怎么烫了 吃海鲜菇炒肉吗 海鲜菇炒蛋 炒黄瓜 就是冰箱里面的菜 全部收集在一起 炒了一个大杂烩 不吃了 吃了一块红烧肉 吃了一大块鸡蛋 吃了一小块黄瓜 今天星期天 你说你洗碗的今天洗吗 洗不了啊 我肚子怎么就疼呢 肚子怎么就疼呢 不知道 那去拉个屎回来洗 没有屎 歇回来洗 可以 可以的是吧 好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